要说在所有职业选手中,谁最怀念血色之刃,我相信帅哥肯定是其中之一 在9.23版本,设计师说他们新增了一件刺客装备,血色之刃 当附近只有一个敌方英雄时,就会提供额外攻速 也正是这件装备开启了泽赛的滑板鞋之路 在20年春季赛,帅哥首次掏出上单滑板鞋 晒刀出门,第二件就出血色之刃 而对面上单Q吧,也十分配合的选出了奥恩 在本场比赛后,20年的整个春季赛,就几乎不会有队伍敢放则赛的滑板鞋 不过当时的李宁,投还是很铁的,直接放出卡利斯塔,导致自家建模只打出了一千多伤害 这是在中路的一个推线圈 难受啊,成轮时期,一个Q空掉,W也空掉 不断的拔锚,赶紧交一个闪线 这又是一击很痛的Q啊 打了三分之一血 硬A塔,继续往前走,拔一下锚,已经进入了CD,打出了一个大面 A1G应该是能直接顶掉这个塔 但是,熊熊招中了呀 直接Q上来破败鞋,一个大招 在当年夏季赛,IG对战方PLUS的第二局中 对面前三手,又没搬花板鞋 帅哥邪魅一笑,锁下了复仇之锚 虽然很想赛哥在决赛舞台上掏出复仇之锚插穿宙 再选一手冠军皮肤 但如今,血色之刃已经删除 再加上黑龙这种英雄的存在,复仇之锚还是给Light玩吧